主席有请我们林部长大勋 我们请林部长 委员好 部长早 针对外交部的业务 因为有一些当然新闻局也已经并入外交部 在我们国际组织国际宣传方面也做过一些报告 不过就是有一些在新闻局业务 过去是比较涉及到两岸关系的部分 好像现在外交部也把它纳入来推动 有这样的项目 那在预算反应上是不是应该来删除 我知道也许委员是提关华杂志的部分 当然我们是希望 因为它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规划 这个会到这个大陆做一些采访的工作 那这个是过去工作的一个延伸 那我们在下一个年度的在编制预算的时候 我想我们这个部分会把它做一个调整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是希望这个委员会 或者院里面能够做一个比较放宽的处理 我们也希望说关华杂志已经既定的计划 能够让它再做最后一次的这个推动 好的 那么在这个预算里面 我想这个部分就请你们下一次能够反应 因为在业务上确实性质有一些差别 是的 那么我比较关心的是整个预算的结构里面 我们发觉就是说 当然机密预算减少有部分是因为公开的嘛 不过这整个报告里面 对维护邦交的整个预算投入 几乎是地减 当然我们也了解 现在所谓马总统当然要去推动活络外交 但事实上在这些我们的邦交国里面 其实还是有相当的这个竞争跟对抗的关系 那在对方投入增加 而我们的这个预算却减少的情形之下 你怎么确保我们在这些邦交国的关系 不会受到影响 是 我很简单的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因为我们这个102年 我们所编的这个国际合作 还有机密预算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原外的这个部分 一共是编了105.9亿 跟这个跟上一年比较起来 当然是减少了 大概将近20亿 那我们也事实上也各相关的地域师 还有会计处事实上都做过很仔细的一个精算 那我们认为在过去这几年 事实上有些钱是 我们是没有使用 就保留 所以我们认为大概会保留的钱 大概是跟山料的钱 事实上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下一年度的这个预算执行 其实我们还是这个一些核心的工作 一些重要的工作都会继续推动 那经费的部分我们也认为说 应该是可以自应的过来 那唯一的就是看起来 预算数会减少 实际的工作并没有折扣 那保留的款我们希望做有效的运用 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调整 调整 可是预算上面也许看的不是很清楚 特别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因为其实中共在这些我们的邦交国的整个预算跟人力的投入是相当大 尤其在对我想我们侨民的争取这一块也是做得非常的积极 甚至很多的这一些我们的侨民都透过他们的办事处 其实参加很多活动以外 也寻求他们的对于一些在海外问题的解决 所以感觉上我们是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个 虽然还有邦交之名 可是事实上这个关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对于像在中南美洲 就是中共方面 在这个方面 目前的这个设的办事处 他们的业务跟服务的范围不断的扩张 也压缩到我们的空间 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评估跟因应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在观察一些相关的进展 目前来看 我们跟这个中美洲的邦交国 还有南美洲的巴拉圭 还有东米尼加 其实我们的邦交还是非常的巩固 那我知道这个大家很关心 这个到底有没有中国大陆的因素在里面 可至少目前的评估来看起来 其实那个中国的因素是有 可是并不是那么大 但我们会继续的来密切注意观察 那我们跟邦交国之间的合作计划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推动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非常的注意 好 最后还有点时间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外交学院 包括过去的外讲所 这个人是一支增加 而且预算不断的膨胀 那事实上我们如果去过外交学院就知道 里面的空间 这个会议的使用 也不是频率很高 甚至很多是免费租用 甚至也有政党在那边办活动 那现在又进一步要把这个外交学院的副院长 编列这个特别费 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没有直接的法源 那部长怎么来说明 这个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外交学院的前身当时外讲所 那我现在希望把这个外交学院的这个功能 能够把它扩大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建立我们的外交学院 跟一些其他相关国家的外交学院 类似的这些训练研究机构 能够建立一个连结的关系 在国内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就会培养我们这个住外人员 广义的住外人员 还有一些专业的这些科目之间 能够做进一步的加强 那这个副院长的部分 因为最主要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院长是兼任的 副院长其实是实际在负责外交学院整体的运作 我们认为是有一点特别 可是这是三级机关 去编列副院长的特别费 并不符合规定 如果按照这个可以的话 我们的所有的政府机关 三级机关都比照办理 所以事实上 我相信那个预算中心也好 审计单位也提出不妥的一个意见 这个部分是不是 我们会来留意 我们也希望进一步的来跟大家 对因为你们的这个职员的增加 还有这个经费增加 职员这样20个人的 这个人是会增加两倍以上 各种的这一个开销都增加 但事实上整个绩效 其实是还没有反应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我们会来加强 好谢谢 谢谢林嘉隆委员的咨询 谢谢 谢谢部长 我们现在请管碧林委员咨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